如果你想試看看這個人臉追蹤的部分 您可以先打開61頁這一個 61頁這一個 或者是進到它的範例裡面找到 它關於人臉的 這個是屬於應該是 進階 沒有 我記得 比較下面 比較下面 我記得有一個 是基礎的嗎? 好 因為我這個滑鼠滑得很累 在下面有一個人臉辨識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幾個 還有像包括影像偵測跟它碰觸的 都在下面 比較下面的這一塊 那如果 你要看得比較完整 就可以從這邊再把它下載一下 那你看 我先做一個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把我的 這一台網路攝影機我先關掉 好 然後呢 我們就play一下囉 它現在會抓到我前面這一台 好 那一樣的 第一次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們的相機 要不要允許一下 好 允許 那我們 來看一下 有沒有 頭抓到了 那它只是 搭配 就是有一個怪獸 像這樣子 抓到那個人臉 但是它沒有辦法辨識的是 這個人是誰 因為這個要透過AI 透過模型的訓練 才知道說這個人是誰 像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 跟你的網路攝影機 也有關係 你網路攝影機的清晰度 對焦能不能對得準 那這個就有差 所以 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自己去判斷說 我今天 有抓到這個資訊 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決定 你要追蹤幾個人 第幾個人 有沒有 還有坐標 像這樣子 坐標 然後它的寬度 尺寸 你可以像這樣把它秀出來 這樣就OK 所以這個只是比較單純的 讓各位先了解一下 它內建的這些範例 追蹤的 在這裡 不是 在這裡 看一下 藍色的 藍色的 人臉 這是屬於擴充功能裡面的 這邊 看你要追蹤顏色 追蹤人 在這裡面都OK 所以我先簡單講一下就好 因為這個 我們今天 應該是不會用到這裡的功能 OK 來